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谁呀 走路不长眼睛啊 好 把这碗酒喝了 我就让你过去 来 坐着 来 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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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走着 好 好 好 走着 让我大喝 来 喝点 来 这儿喝 喝 喝 来 喝 喝 来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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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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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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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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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新来的吧 快 快 你怎么了 肚子不舒服 走 走 先 有事 先就这儿 就这儿吧 来来来 赶紫 吃好 来来来 赶紫 这儿吧 这儿吧 这儿还有呢 拿了酒了 咱让兄弟们歇下 再去抢这机票 别走 把酒留下 把酒拿来 拿来 拿来拿来 把酒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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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酒 给他哥马上 快 马上 快点 快快一点 等会儿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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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面熟啊 你哪儿人哪 牛济仙 牛济仙我去过呀 当年抢的那一票 不就是在那儿干的嘛 对 对 对 就是 小子 姓什么呀 我姓梁 姓梁 当时那个大户 是不是也姓梁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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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梁 你还记得 我知道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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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人跑了 别人跑了 抓住他 给我抓他 站住 抓住他 别人跑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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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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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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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快来跟我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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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兔子 敢 敢给你爷子 呸 嘿 大哥 二哥 你这儿还有个稻姑 周寿 是 怀德 屋里那稻姑说她家是开封的 对 你们俩先走一步 送她上路回开封 二爹 那 那你呢 我把京娘送回家 押王党去送官 玩不了几天 咱们再开封会合 你真要把王党送官吗 咱们不是之前说好的吗 京 京娘 你 你 这是什么 破布啊 这就是我被你杀了的 爹娘的衣服 她们现在人已经在千里之外的坟尸场 化成灰了 这上面沾了他们的血 我一直待在身上 我走了这一千里路 就是为了抓到你 然后亲手杀了你 替我爹娘报仇 我 我现在娘没了 爹没了 哥哥也没了 就算我回到永静 回到故乡 又有什么用 我已经没有家了 爸 二哥 你 你就成全他吧 靳 靳娘 我听你来 靳 靳娘 让我听你动手吧 师长 杀府之仇不共戴天 宰了这个王党 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感谢咱们的 杀就杀了吧 这家伙跟初始没什么区别 祝我兄弟都不要再抄上了 让你们的二哥多想想 你二哥呢是不想动私刑 靳娘 你可以杀了他 杀他之前 听我说几句话 行吗 来 离一 你为什么要杀他 这个问题很好做的 因为他杀了你的父母 杀了你的家人 他就是一只禽兽 人人得耳诛旨 敌儿 他为什么会变成一只禽兽 他生下来就是一只禽兽吗 不是 他生下来跟你我一样 是人 是有鞋有肉的人 是什么让他变成了禽兽 是这个势道 这个不讲规矩的势道 你以为你现在杀了他 他就死了吗 他不会死 你杀了他 还会有一千个 力党 一万 高大 只要不讲规矩 人人都可以变成禽兽 现在机会来了 你可以不讲规矩 现在就杀了他 也可以讲规矩 把他送到官府 让官府去制裁他 杀人 很容易 可是如此 你就变成了王党 你就变成了你最恨的人 因为你同他一样 不讲规矩 京娘 你若是想如此 我不来 你现在就被杀了他 你现在就被杀了他 来了 马上 还能不能有到 变成了 充士 变成了 一个 来 喝点水 你以后想要去哪儿啊 回开封 那是我家 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那你回开封是为了什么呀 为了这个 我一生下来 我爹娘就把这个挂在我的胸口 后来 我爹娘把我托给了姑母 姑母带我走的时候 我好伤心 我觉得 我爹娘不要我了 其实是 你还要跟着我爹去打仗 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后来真的没回来 姑母只在临走之前 在告诉我 我爹娘嘱咐过她 说凭着这款玉佩 就能找到 当年 为我指父为婚的那个人家 我就有所托付了 那既然这样 你后来怎么又流落了呢 姑母走了以后 把家里的家当都变卖成粮食了 可也没挨过几年 后来家里人就带着我逃荒 路上走散了 再也没找着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带着这款玉佩 找到当年我爹娘 为我许下的人家 找到了又能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还是会找一件小道伴 继续做我的道姑 只是 只要让这两块玉佩 对在一起 就了了所有心愿 所有成员了 要是这块玉佩 对着的那个人 是一个 特别讨人喜欢的男人 那你是不是就跟他走了 应该不会吧 那我就 但愿 这块玉佩对着的那个人 是一个 又龙又虾又哑的 黑汉子 他好像不龙不哑 不瞎 也不太黑 那你见过他 很小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玩过 我记得有一次 我摔过了腿 他蹲在路边 给我吹伤口 所以有一些印象 那你怎么就不记得 他长什么样子 叫什么名字 太多困难的日子 已经快让我 把以前的岁月忘了 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 名字也很模糊 只是这个玉佩后面 刻着一个字 它实在不像人名 香 哪家的男孩子 会叫这个名字啊 知道来龙去脉的人 死的死 散的散 如果还有 那就是留在开封的 等我到了那儿再说吧 这么说的话 那个人手里的玉佩上 也一定有你的名字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长云子 这个是你的道号 我是问你俗家的名字 王月红 已经很多年没有用过了 王月红 你一夜都没睡 你一夜都没睡 咱们就要到永济县的县街了 是啊 我们就要告别了 赵大哥 你老家是在开封吗 对 那你小的时候有没有有小名 你问这个干什么 就随便问问 从小他们叫我香孩 香孩 可能是因为 我生下来的时候比较香吧 对一个大男人来说 这确实很稀奇 那你是不是有个一半的玉佩 你问这些干什么 你以前有没有定过亲 这些事都是我娘掌握的 我不太清楚 除了现在的嫂子在开封 你有没有定过亲 好像有吧 记不清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 随便问问 是 到了开封之后 你还会继续打听自己的身世吗 乱世之中 身世已经不重要了 找一间道观 过青灯黄眷的日子 你若来日心生烦恼 就来找我吧 那你多保重 记得 到了赵家 拿出你的玉佩 问问大哥的母亲 为什么呢 记住我的话 拿出你的玉佩 问问你便知道了 此局开封 路途不算远 到了 先给我家人报个平安 放心吧 还是你自己去吧 反正你马上就要回家了 好了 告辞 告辞 保重 回家来 回家 跳什么玩分 都听见了还敲 听见了还不升堂 你说完了 大人 王党杀我父母抢夺财产 所言句句数十 你找不找 找 我什么都找 大人 赶紧把我关起来吧 你 老爷 找什么呢 荆堂墓呢 老爷 咱们这儿好久都没用啊 那既然如此 当签字画鸭认罪符法 来啊 什么 笔墨指焉啊 签字画鸭啊 老爷 这 这只有笔 既然 都招了认了 这个签字画鸭也就不必了 来啊 把这个人拖入大牢 退堂 等等 说 大人 静阳倒要问问 把他打入大牢之后会如何处置 杀了人 这自然是不供待天 杀人要偿命的 这有什么可问的 这 就你们这 这 要 要什么 没 没什么的鬼样子 啊 这样当真就能把把他罚办了 要要要是他逃跑的怎么办 既然不相信本官 那怎么还把他送来呢 啊 就是 瞧瞧我们这清官冷造的 哎 你们几个还真行啊 抓了这杀父仇人还能带到这儿来 大人 我想问你 就连你自己 也不敢保证你自己是禀宫执法的吧 我呀 我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家的官了 没有宫 没有法 哪来的禀宫执法呀 呵呵呵呵耸上你呢 还 碰上你这狗 狗官 这个令剑 我 你这狗 我 我收了 今天 分我张琼 拼你禀宫执法 啊 等等 大人 此人是杀死我亲生父母的仇人 惊娘我千里追凶才把他擒获 一路上死里逃生 就是为了能替爹娘报仇 九死一生在所不辞 抓住王党的时候 依照哥哥的吩咐 我们并没有对他施以思想 而是把他送到了大人您这里来 大人 您明镜高学 京娘希望您能够秉公执法 还我一个公道 你是他哥 对 是你对他不肯动私行 非要把他拉来见我 对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赵匡义 真没想到当今天下 竟然还有像你这样的人 来来来 让我这个狗官一拜 来来来 你们也拜 大人 如按律法 那该如何定罪 这个 我几乎都给忘了 杀人越货 唐律该当如何 杀人越货 按照唐朝律法当斩 如按唐律 斩也得有个时辰 多久当斩 三日之后斩于闹事 以警万民 那就三日之后闹事行刑 咱们一切都按照律法来办 当众宣罪定罪 在万民前斩首 废人 läh绘法当斩 来 励 这就是咱们的宪官 原来是个好官啊 好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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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间王党 永济县张家村人士 乃为刘寇 掠获杀人七宗有余 沿途打家劫舍五宗有余 共劫得马匹八匹 铁钳千冠鱼 米面千鱼金 在此以千字画鸭 此间有正人两名 什么呀 王党等待杀我父母 抢走他们的盘宅 所言句句属实 赵黄印我等千里追凶 王党劫持了京娘 还有另一个女子 王月红 千里追凶 为何跑到这里来看头啊 你是没有刀还是没有枪啊 你既有杀府之仇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 是 是 就算是没有枪没有刀 这路边有石头 村口有大河 你可以拿石头把它砸死 再不进 你可以沉堂淹死啊 何必多此一举呢 我看你是胆小了吧 实在不行 交给我帮你解决不就行了吗 对对对 我们带牢了啊 宋剑 宋剑 今后在本县之内 再有不按仙堂的刑律 抓住流犯匪徒 或者有思乡纠纷 敢动私刑 夺人性命 不送观者 是吗 一样之罪 是 是 对 对 现在已不是大长年剑了 对 可不是吧 对啊 那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年间吗 嗯 不知道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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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后进了吧 对 对对 还是是后进 是吗 还是后害 那什么前啊 后的什么年间的 我打娘胎里出来 就不知道什么是律法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没有一本律法庇护你们 你们喜欢这样 无法无天的感觉吗 好 旧的律法没有了 新的还没有立 你们就喜欢宁肯 自己被人抢 自己的家人被人杀 然后自己去击凶 再去杀人放火 若是你们喜欢这样 那就是喜欢无法无天 那就与流口无异 一样 要被送官 知罪 王党 现在要认罪府法 你们若是不想跟他一样 就记住 一 不能偷 不能抢 不能趁乱作恶 二 不能动死刑 是人命如草剑 王党 你还有什么话说 父老乡亲们 我王党无父无母 这辈子从来没怕过谁 更没服过谁 在今天我临死之前 我想说 我就服一个人 赵匡义 我王党今天算是活不成了 若在十八年后 再脱身为人 我愿为你安前马后一命相效 我王党也要尝尝 做个好人 吃个什么滋味 来吧 来吧 爹 娘 这是女儿 给你们最好的交代了 来 斩 走啊 京 京 京拿呢 咱们已经把她平安送到 这行了 不用再等了 走吧 你说京娘 不送我就罢了 不送二哥也罢了 可你一路上 对她那么照顾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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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臭崽子 你 你胡说 我 我这么算你 我 你 别跑 你 别跑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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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有 我 江城一腔报复 岳哥哥此生平安 我儿子医呢 他本来要回开封和我们会合的 我们也是刚见到书信 说让我们放下这姑娘 就去河中城和他会合 估计这次你们是见不上他了 这姑娘怎么回事啊 是上次少叔回来说 要送他回乡的那位吗 那倒不是 这位姑娘是我们从一伙强盗手中 救下的一个稻姑 她原本啊 也是咱们的一个开封老乡 正好顺路 我们想顺路把她带过来 拿成响遇上一伙流寇 这帮崽子也不知道 给她用了什么药吃了什么东西 这一路上就没见她好过 老是这么病歪歪的 既然是匡印救下的人 送到我们赵家 就一切交给我了 好 淑雅 去打盆水来 二位一路辛苦 这边走 好 请 请 二位先知 你们要去河中城 那可是李守珍所在的地方 据说白文科的队伍正和叛军顶着 已经围成个死城了 那才需要我们去呢 是啊 匡印已经捎过口信来 说郭威大将军 亲同大兵 准备一举攻破河中城 这事我知道 难不成 他是要去投郭威吗 对啊 我们就是要去投郭威大将军 伯父 匡印和我们哥几个已经生死弟兄了 自打他在华山那次瘴气之中 死里逃生之后 我们就对天蒙使 从此无弃不利 他去投靠郭威将军 是准备谋个什么职位吗 伯母 这个 匡印倒是没有具体跟我说 不过我以为 匡印心中应该是有数的 这样吧 我看我还是给富州的王彦超 写一封书信 让王彦超亲自举荐匡印 伯父 你说的那个王彦超 可是在复城之下 跟匡印打过赌的 他上次托人捎书信 提到过此事 就是他 这个人我知道 既然他给咱们的书信 管用 那我爹扶彦清扶国宫 也该给咱们举荐举荐 哥 该交代的都交得下吧 咱们哥俩找个地方喝点 收拾收拾去河中城吧 说得对 走 二位辛苦了 请你们转告邝玉 孩子已经会叫爹了 请你们告诉他 家里不用担心有我呢 我会尽心尽力 伯父 伯母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信是傅州王彦超将军送来的 这个王彦超 什么时候开始认字了 应该是找文书代笔的 这是一封举荐信 举荐一个叫赵匡印的人 说是开封赵鸿音的儿子 这个赵鸿音你有印象吗 赵鸿音 赵鸿音好像是后唐庄宗 李存旭时期的军力 庄宗与梁成天下 赵鸿音以五百计救了庄宗 李存旭命其长进军为 非解指挥使 后来李存旭死了 赵鸿音虽然还当着官 但也没了十权 虽然上下游走 但也没有提升 就是那个赵鸿音哪 赵鸿音他人来了吗 还没有到 如果到了谋个一官半职 您要不要见一见 我估计啊 他也就是来讨个小官 混口饭吃 我就不见了 你去看看 找个先职 随便安置一下就行了 是 喝 喝 这个给你们 这个咋能留着 这 这你怎么掰断了呢 这可是姻缘哪 你看 我只想立家一半忘了这茬了 其实啊 这话也不一定是这样说的 现在是白开了 等两个孩子长大了 完婚了 这两块玉又合在一起 这就是姻缘 哎呀 庆家母 正是这话呀 姑娘 姑娘 你醒了 您 您是 我是赵匡胤的母亲 送你来的人说 我儿匡胤从强盗手里救下了你 多谢救命之恩 不必客气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掌云子 在玄德观修道 掌云子 你家是哪里的 本是开封的 家破人亡之后 侵袭到了朱县 你 你应该有俗名吧 叫什么 叫月红 我父亲姓王 我叫王月红 不过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人叫过我的俗名了 月红 你爹娘在世的时候 关于这个 他们跟你说过什么吗 我的玉佩 你爹娘有没有跟你说过 关于玉佩的事 托姑母跟我说过 说小的时候 跟一家人定了亲 以这个玉佩做平性 后来 姑母走了 师父也走了 我就想 寻一寻 小时候和我定亲的那家人家 那 那你若寻到了 那个定亲的人家 那 你做何打算呢 把玉佩还给人家 也算是了了我父母的一桩心事 我不打算还俗了 想找一家道观 借着亲修 这年月呀 对了 来的路上 金娘一再嘱咐我 到了开封府 到了赵家 要向赵家的母亲 询问这件玉佩的事情 她说的就是您吧 大娘 您知道这件玉佩的事吗 我 娘 娘 你终于醒了 娘 光影突然带话了 这就快到河中城了 知道了 月红 刚才你说的这件事情 咱们先放一放 这件事迟迟早早 你都会知道的 从今天起 你就住在我们赵家 我要好好给你调养调养身体 那怎么能行呢 大娘 您儿子救了我的命 我已经无以回报了 非亲非故的 我怎么能留下来 来当你们的累赘呢 月红 你听话啊 你可以把我们当作你的亲人哪 至少 至少可以当作乡礼 干脆这样吧 月红 我认你做干女儿 你看如何 娘 淑雅 我今天认下了月红做干女儿 那她从今天起就是你的干姐姐 从今往后 你们两个就姐妹相称 你一定要好好带你的干姐姐 知道了吗 娘 娘 您放心吧 我会对姐姐好的 那就好 月红 你就踏踏实实地在家里住着 从今天起 这儿就是你的家 父亲 来 来了 好 我今天找你来 有一件奇怪的事 想跟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啊 事情是这样 傅州王彦超给将军举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赵光义 我替将军已经见过了 人嘛 人怎么样 这可不好说 我也说不好 给他个贤职 做个军需官什么的不就成了吗 赵光义说了 他什么官都不做 但是他必须要见郭大将军一面 而且要做一个小兵 你看看 什么 当个小兵 有意思啊 父亲 你看这里 还有这里 孩儿想 要从三边 将军 从这儿过去 怎么说 陛下这边又差人来盯咱们了 说咱们到了河中城之后 毫无作为 据说 他上朝时 在满朝文武面前又生气了 陛下对我郭威又失望了 还说 要是郭威大将军 守着河中城一兵不发 或者拿不出一个下乘的办法来 他就 他就怎么样 他就轮流住到郭大人和柴大人的府上去 说只有那样 他才能稍微合一合眼 父亲 他这是在胁迫咱们 府上住着都是咱们的家军 这样下去 柳城又迟早会对他们下手 柴容 去吧 父亲 现在不光是朝野上下 军中也是压力重重啊 咱们家在当中 得懂一懂啊 若七天内想不出破城的两层 柴容 就要领兵血战攻城 柴容啊 你再能干 也只有你一个柴容 你一人领兵攻城能行吗 现在兵心溃散 兵力外表浮肿 内力虚弱 就像笛沙被水一冲全部散掉 去多少死多少 好